随着平安夜的到来 俄乌战士踏入了第11个月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警告 俄军很可能会趁圣诞期间加密攻势 而目前东部和南部战斜的战斗最为击中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警告称 俄军很可能在圣诞节期间加强攻势 提醒民众保持警惕 乌军方23号通报 24小时内东部及南部8地遭袭 至少6名平民死亡 18人受伤 而俄军当天对东部至少19处定居点的攻势 遭乌军击退 此外俄军在其他地区发动至少12次袭击 持续将民用设施作为袭击目标 拥有8座虎离发电站的 乌最大私营电力企业DTEK公司当天指 一处发电站遭俄军炮击后停止运转 一名运工死亡 一名运工受伤 不过未有透露是哪座发电站遭袭 在南部赫尔松州长23号表示 俄军一天内发动至少61次炮击 过半是以赫尔松市为目标 造成一人死亡 在扎布罗热州梅利托波尔 以流亡的市长通报 23号发生一起汽车炸弹爆炸 而更多俄军正进驻当地 且逐渐巩固阵地 居民只能步行撤离 而在东部顿尼茨克 战斗主要集中于巴赫木特 及阿夫基夫卡 两军继续在巴赫木特激烈交火 过半居民楼已被毁 当地断水断电断气已久 居民表示已无家可归 另外俄军攻下马里乌波尔八个月后 俄工人开始拆除当地剧院等残缺建筑 乌方谴责此举 是为掩盖俄军罪证 抹杀乌克兰文化 俄方则强调 仅拆除无法修复的部分 已在明年底前完成重建工作 俄国防部23号通报 乌军在库皮扬斯克和利曼斯基方向 损失70余名兵力 俄军成功打击哈尔科夫乌军据点 殲灭30人 而在利曼斯基方向 乌军及雇佣兵折损40人 多辆装甲战车被摧毁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俄军